大家好 我是小安 俗话说 活到老学到老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 我们似乎忘不记了 吃到老这个更为重要的人生话题 最近 意思关于70岁老人 因花生过敏 进击送到医院抢救的事情 这不禁让我们思考 那些曾经被视为养生佳品的坚果 是否在悄悄地成为老年人健康的隐形杀手 花生 这个曾经被誉为长寿国的小东西 如今成了老王的催命府 这位过古兮的老人 一辈子和花生相伴 却在人生的雾年 突然与反之反目 这不禁让人感叹 岁月不饶人 连忠实的伙食 伙伴也在某一天背叛你 那么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花生的功效与作用 花生的营养价值很高 因为花生含有的蛋白质 脂肪 维生素E 维生素B 矿物质 钾 铁 鲜 这些营养成分 对维持身体的健康比较重要 能够增强免疫能力 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而且花生中的不饱和脂肪酸 可以有助于降低密度蛋白质的蛋固醇 可以提高高密度质蛋白的蛋固醇 从而保护心血管健康 而且可以减少心脏病 中风的风险 花生富含的多种抗氧化物质 如维生素E 白铃卤醇 可以中和自由基 减少氧化应激 对抗肌老 能够对抗衰老 降低化验风险 化生中的烟酸 维生素B3 白铃卤醇 能够改善脑功能 可以增强记忆能力 能够预防二次海膜症的认知功能障碍 质量的吃花生 可以增加饱腹感 减少其他高热量的摄入 可以助于控制体重 作为一种广受欢迎的坚果 它富含的蛋白质 健康脂肪 维生素E 肚中的维生素对大多数的人来说比较有益 对于70岁的以上老人 化生可能并非完全有益 化生中的脂肪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 对心脏健康有益 但老年人的消化系统可能难以处理高脂肪的食物 导致消化不良的问题 那么随着年龄增长 人的消化功能逐渐的减弱 化生作为高含量的食物 如果不适当地摄入一些相匹配的食物 那么会导致体重增加 增加换面的风险 而且化生中的草酸盐 能够影响钙的矿物质吸收 对骨络健康不利达 那么说一说化生 化生确实是含有的油脂 尤其是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 对于那些已经有高血脂的问题的人 吃多的化生 确实能够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 可以影响血管的健康 我们要控制一些 每天可以少吃一点没有问题的 但是不能多吃 确实容易摄入过多的油脂 特别是高血脂患脂 那么血管已经负担了比较重 再给它加料 那就容易引发问题 除了化生 还有一些坚果 还有很多的油脂 尤其是高饱和脂肪酸的坚果 第一种就是腰果 腰果虽然好吃 但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的 特别是饱和脂肪酸含量不低 对高脂肪的人来说 吃多了会加重血管的负担大 腰果虽然营养丰富 但对于血脂高的人来说 少吃为妙 可以吃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坚果 比方说 杏仁 荷桃 质量的吃对血管有好处 第二种坚果是 针子 针子是富含脂肪含量高的坚果 特别对于那些高血脂的人来说 吃多的话容易摄入很多的热量 增加体重 体重一旦增加了 血脂水平往往会随之升高 加重心脑血管的负担大 看来针子不能随便吃 我这里家里囤了很多 但是呢 我们要少吃 得慢慢的消化 坚果虽然好 但对于某些特定的人群 比如说 高血脂 控制量一定要关键 热量高的一些坚果 脂肪比较多 一不小心可能会导致血脂升高的 第三就是松子 松子的油脂含量也很高 特别是那些油炸的 加了盐的松子 对高血脂的人来说 盐分过高加上油脂 会加重心脏血管的负担 如果你平时爱吃松子 一定要选择生的 或者是青盐的 减少油和盐的摄入 看来这坚果不能乱吃 像花生 腰果 榛子 松子 都得控制量 那么为什么要少碰花生呢 心中有疑惑我们就要问 即便是意识到了自己的确实吃了很多 但是呢 由于爱吃 也要少吃的 每到深夜加班的时候 王先生都喜欢吃一点花生 因为当做零食吃 当做冲击小癌恶的东西 也是不错的 花生诚然美味 而且您的健康而言 一定要止步 对于这个年龄来说 着实应当留意 随着年龄增长 身体的某些食物耐受量会下降 特别是花生这类的坚果 很多人可能会有过敏的反应 影响身体的健康 油炸坚果 比方说炸货 尽管花生本身 包含很多对心脏有益的营养成分 比方说 维生素E 膳食纤维 多种必要的矿物质 但油炸处理不仅增加了这样的坚果能量 可能会引入了有害的氧化物质 油炸过程中 高温造成了油脂发生反应 形成次有机 这些次有机会引起细胞损伤 包括血管的细胞 提高心脏病 炎症 其他等慢性疾病的风险 我们想要维持血管的健康 要预防心脏病的 选择正确的坚果种类 加工显得至关重要 同时 避免过油炸的食物 盐分的食物 那么吃坚果呢 我们要注意 一定不可以吃发霉的坚果 在购买坚果的时候 可能会购买大量的坚果储存 很多人认为是干货 不容易坏 但是买很多的坚果 它们会被随意储存使用 然而 储存期间 这些坚果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 储存环境而发霉的 如果坚果发霉 它们会产生一种有毒物质 对人体有害 特别是发霉的花生 它会产生一种黄菊酶毒素 这是非常有毒的 物质可能会导致腹泻 腹痛 甚至是危机生命 所以不要以为发霉苦涩的坚果 我们能吃 其实不可以吃 一定要丢掉 再来就是有异味的坚果 生命上的坚果很多 被制作成了各种的美食 如今常见的是海苔味 焦糖味 胡椒味 香辣味 海盐味等等 多种多样 口感丰富 越来越符合人们的口感 但这些味道 有的时候很大程度上 掩盖了原本的坚果味道 导致人们无法辨别坚果是否有异味 如果有异味的坚果 不但会影响口感 会对人们的身体产生影响 可能会造成食用后 肠胃不适的症状 所以一定要远离那些 已经发生异味的坚果 医美影响生性的健康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小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小安 我们明天视频再见 明天视频